夏琴拳在少年功夫的提供 朱一格 他的主要功夫叫 虎抱龙蛇色 通称为虎拳 他是希望能够借这个 虎老爷之事 阿申大王之威 你看这个虎拳呢 他主要是 司操拉推挡刀 在刀之路 好我们常常听说 罗汉拳 罗汉拳 现在世行业 表演的这一套 就是罗汉拳 那么说起罗汉拳呢 是少林的十大名拳 才才不小 罗汉拳又化身为 拳宗之王 你看他表演这 罗汉拳的特点 体现演化而成的 他的特点就是 最重要的 头要如波浪一般 而身体呢 身要四扬柳 叫如碎碳 拳刺流星 而他的出手呢 他的诀窍是 出手要出于心灵 另外最重要的 要发言技能 这个拳法 这就够表现 少林拳的风格 好 现在这一位呢 是颜少师傅啊 他表演的是太祖长卷 太祖长卷是宋太祖方艺所创的 那么之后呢 少林武僧在依他的禅武之道演化而成 这个拳法是以长来聚管 以弄来自尽 他的动作非常的流畅 而且招法也非常的脆然 就有如是长江流水般的 招招不绝 接着要上场的这位是圣河法师 他要表演的是 炮拳 炮拳呢 又称为炮锤 是少林十大名拳之一 这个拳法 主要讲究的是 行物绝对要成功 同时他的力量 要聚于心 一一来代气 一拳祭出 就有如火炮出唐一样 威力无力 炮拳取了招法 有冲天炮 海底炮 另外还有追风炮 现在这个观众们 大概感到纳闷了 为什么一个勺子也拿来当武器用呢 没错啊 这个少林和少林 他们在一般的 罗东下当中 就创造了无奇妙的兵器 这项叫做铁勺神功 因为铁勺呢 拿来当这个兵器之一呢 主要是一提 这个本身的特点 自成一个套路 那么少林的 一般的这个师傅呢 也分为这个文生跟女生 有他这个很多的 特定的工作要做 那么在火房里面呢 也是同样的 那么少林师傅在火房呢 也就发展出大铁勺神功 你看他动作是相当的幽默 招法也非常的古怪 接着严群师傅 要表演的是五虎群羊刀 好 这个五虎羊刀呢 在少林的招法体系当中 是一枝独秀 他的操作非常清晰 电话自然 招法是缓凭有致 大家看他 仗兔下次 多聊右拔 另外 这个招法呢 是要看东东西 这个招法呢 主要就是 就好像是一个老虎 要不养去一般的 绝对 要去美 不养去一般 好 全民旅行是零非出貨的一次造月牙鞋 也不信的時間 兩套雲一起合為一 月牙鞋用方便鏟 門是少林寺的五色雲遊時候冠人領起之一 用月牙鞋一則是要防身 二則是要開路 月牙鞋的重點就好像是全副歌當中曾經提到的 少林月牙鞋大開方便門 魔鬼皆退避 另外 青雄還要進三台 繼續 飾演師傅而演的是少林福刀 福刀是武僧慣用的兵器之一 這團是梁聖好漢武僧在少林寺習武的時候所創的 其日 少林武僧游四海的時候常常是以這個刀法來附身 你看這個刀法動作簡直 要把術兩處一朝一夕是聚首品牙的 內側水道的就是新的 也就是勝負的冠軍 而外側水道的就是戰兵中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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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